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Angry Bot实力分析及游戏发布流程 我是你们的Chelen老师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本期的思维导图吧 那么本期的话呢 将是我们的就是案例分析的 就是Angry Bot案例分析的第三讲 这一讲的话呢 主要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角色分析 以及我们的自定义复活位置 好 这一讲的话 我们将来详细的学习角色相关的内容 以及相关的一些代码的含义 好 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游戏工程 选中我们的就是Player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工程我已经打开了 好 我们在这地方 就是我有我们的Player 我们选中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在Sense试图里面 我们的Player的一个位置 然后可以对应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右边 这个Player其实就是 我们就是这一讲的话 主要就讲解一下 我们就是往往在写角色的时候 有哪一些内容可以添加上去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 这个就是我们对应会添加的一些脚本 当然这个都是它官方自己添加的 这一讲的话 我们主要就来学习一下 它添加的这一系列的一些脚本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Player身上刚才的那些组件和代码 大家在听课的时候 也可以对应的打开Unity 那么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来进行主义的讲解 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它是js的代码 当然我更建议大家用cshop的代码来写 但这个就看你自己对哪一部分的就是更加的熟悉吗 其实都是OK的 只是cshop的话呢 对服务器的支持会友好一些 好 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FreeMovementMotor.js 这个的话呢 这个人多写了一个 这个的话呢 就主要控制角色的移动状态与速度设定 那么包括了行走速度 还有角色转身的一个平滑度 那么如果移除了这个角色脚本的话呢 玩家将无法控制角色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第一个脚本就是FreeMovementMotor 就是我们的一个walking speed 还有就是walking snapness 还有就是turning smooth 那么它对应的呢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调 就是调整行走的速度 还有就是行走的一个加速力 以及转身的一个流畅度 好 我们对应的来看一下脚本 我们把脚本也打开 然后我们运行游戏来对应修改一下这些参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对整个角色的一个影响 好 这脚本我们就打开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 首先定义了三个参数 就是public的参数 在脚本里面只有定义成public的 然后对应的在这个地方才可以进行一个调试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5.050和0.3怎么和这边不一样呢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只是一个初始的一个值 就是说 我们这边没有进行设定的话呢 它会用这个值进行一个复值 如果我们在外面是public值 在外面已经有复值的话 比如这个地方是6.50和0.3的话呢 它对应的里面就会是根据了6.50和0.3来进行一个计算 好 那么我们下面来运行一下游戏 可以看一下 我们我们现在的话呢 现在的话呢 行走 行走速度是6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速度是这样子的 一个行走速度 好 我假设现在改成20 当然这个动态是在游戏运行状态之中改的那个参数呢 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 然后我们就再走一下 看一下 这边改成0了 我们改成20 不好意思啊 好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是不是我的行走速度就非常的快了 这个和一般游戏里面感觉开了外挂一样 好 对应的下面就是walking snap 它这个地方是50 就是我们的走路的向前的一个加速力的那种感觉 如果我们改成1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向前走的那个加速力就会很慢 因为我的速度比较快 我们改成6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刚才我们比较明显的 感觉明显就是我现在按住前的话 它走的速度就会比较慢了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它减缓的速度也会就比较慢 它就是这个力的一个一个大小的速度就会比较慢一些 看一下 好 又变成0了 我改成1 好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walking snap 就是我们向前向后以及那个加速力 turning smooth 这个地方是0.3 我们比如改成0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什么反应 改成0的话就没有办法转身了 看到没有 我们改成0.1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 改成0.1的话呢 转身就稍微会缓慢一些 当然越高改成1的话呢 可能就转得很快了 它就转的灵敏度就会非常的快 它就可以看一下 就是对应的控制我们角色的行走 以及转身 以及向前向后的一个加速力的一个设置 好 大家对应的就是在游戏运行的时候呢 可以对应的去尝试一下 这三个参数的修改 对整个角色你控制的一个影响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player move controller 这个的话呢 就主要控制我们的角色的一个组件 那么play and move controller呢 脚本呢 是对角色的一个状态控制 那么角色的状态呢 就包括我们角色的移动方向 朝向和摄影机的一个跟随状态 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我们在行走的时候 那个摄像机其实是一直跟着我们的角色的 那么在该脚本中呢 角色的移动方向就是由焦点 焦点就是我们刚才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鼠标的一个方向来决定的 而且相机的位置呢 是由当前的角色和焦点的位置来共同决定的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简单看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鼠标指的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方向的一个箭头 有一个圆圈 一个瞄准器的一样子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我这样动的话呢 其实整个相机其实也是在跟着动的 然后我行走的话 看到没有 相机转动方向 那么这个相机 我的鼠标的 所有鼠标的移动呢 那么角色也会转动方向 当然就是我们发布到移动平台的时候 不会有鼠标的这个概念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虚拟的摇杆 来控制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方向了 好 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就是这个脚本下面的一些参数吧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Motor Motor就是我们要移动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Motor Motor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player 把它直接是这个物体拖过来 作为我们的Motor 我们也把这个脚本打开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Motor 我们的Motor呢 就是MovementMotor 就是我们的Motor 然后它的类型呢 就是MovementMotor这个类型 好 Character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Transform 这Character就是我们的这个player 就是我们的这个player Motor的话呢 就是因为带有Motor脚本的 这个脚本参数的这个物体 我们可以把它拖过来 好 Courser Perfable呢 Courser就是我们的鼠标 刚才移动的时候 它有一个瞄准镜一样的一个perfable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perfable 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就有点像一个瞄准镜 有点像一个时钟瞄准镜的那种感觉的一个 制作好了贴图的一个perfable文件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是Joystick Perfable Joystick Perfable呢 就是我们发布到 就是移动平台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摇杆的一个东西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Camera 就是Camera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定 我们在这边来看一下 Camera Smooth就是我们的相机的一个平滑度 然后就是我们的滑动的时候 Camera Preview呢 就是我们相机的一个预览范围 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我们相机的这个预览范围 现在是两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往左最多可以偏移两米 往右最多也可以偏移两米 往上可以偏移两米 就是我鼠标在移动的时候 相机会有一个偏移 那么我把这个值改大一点 改到十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什么效果 好 大家发现了一个什么效果 没有 就是我鼠标可以往上偏移很多 往下也可以偏移很多 往左也可以偏移很多 往右也可以偏移量也会非常的大 当然我们一般的话呢 就是设置成两米就比较合适 这样的话呢 比较符合我们实际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实际的视角的这样一个情况 这样就向左向右向上就是我们的相机的一个预览的一个范围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courser plane height就是我们的一个高度 还有就是courser 这个是1 这边就是我们的我们的鼠标的那个就是大小啊以及范围等等的一个设置 就是我们的面片的一个大小设置 比如说我们的plane 我们可以看一下plane height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我们把它改成0.5 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比如对应的把这个改大一点 看一下这个鼠标手有没有什么反应 这个我是感觉就是我们的红外线应该是变远了 应该是对应的是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脚本讲完了过后 就是我们的一个啊 health health的话呢 就是我们角色的一个生命值 我们的地方对应的就是maxhealth75 health75啊等等 就是我们的一个health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health呢 就是脚本对着对角色生命的一个控制 这里呢 角色的生命值呢 它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 比如说有个血条啊 有个UI等等 那么它这个地方的暗力呢 是到角色的身上以动画来呈现的 这个我以前也没有发现 就是通过后来才发现的 就是通过 当然它是通过最后一个脚本 就是这个health的话呢 是通过我们这个地方 你看看 healthy flash 就是这个的话呢 它来实现的就是啊 一个角色一个伤害的一个控制 好 我们可以对应的到程序里面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先给大家讲 就是当角色生命值很低的时候呢 角色的生命值动画呈现的光就很微弱 同时会进行一个闪烁 那么同时它颜色会发生变化变红 然后到最后的话呢很微弱 然后角色就死亡了 那么不过死亡后呢 角色就立刻会在复活点进行复活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它背上有一个 背了一个就是 背了一个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看吧 我把它动到最大化 看到没有 它背上有一个在闪光的一个雪瓶 那个就是它的一个雪量 我们待会儿到里面去看一下吧 我们走到里面 我们可以打一个就是攻击力比较高一点的怪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对我们的一个伤害嘛 我们找一个攻击力高一些的 这边好像有一个 对对对就这个 然后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它背上的 背上的雪量受到的影响 哎 这个角色为什么不攻击我 好 它发现我了 好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背上的 我背上的那东西 现在就变得有点红了 对吧 看到没有 它越来越红 就是正中间 就是我背上背的那个东西 现在变成大红色了 然后再往后的话就变成红色了 你看我攻击它 好 看现在就严重的在闪烁了 就是我就快要死亡了 然后它还在闪烁 再攻击 闪烁马上就很微弱了 这样正下就死亡了 同时播放了一个死亡的音效 然后就在这个复活点 进行了一个复活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 Health的一个控制 然后其他的的话呢 有一个伤害 同时的话呢 它还有一些对应的音效 那么对应的音效的话呢 在后面再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Spring at Checkpoint脚本 那么这个脚本的话呢 就可以定义 自定义复活的位置 就是我们主角 主角死亡过后呢 第一点就是 刚才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是75嘛 我们调到20 然后Health也调到 都调到20 这样的话呢 可能比较容易死一些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等一下 等到这个 我们先到这边来吧 有一个小飞机在哪 它来了 好 然后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看死亡了过后 我们把这些都引过来 好 我马上就要死了 应该 好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复活了 大家可以看 就是刚才复活的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 Spring Checkpoint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的复活位置 当然 因为它就是一个空物体 然后定义了一个 Transform主件 然后我们可以任意的 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 定义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把它定义到 这个走廊里面吧 应该大概差不多吧 看一下 对 应该是走廊里面 好 我们现在就把它定义到 走廊里面了 然后我们再来死一下 可以看一下 它死亡过后的话呢 它就会在这个走廊里面 进行一个复活 我们还是到这边来 我们把这两个炸弹怪引过来 好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复活的点 我们就已经到了 我们的走廊里面了 对吧 就是我们可以任意的控制 就是我们的一个复活点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是任意拖动的 就是可以任意的来控制 这个复活点 当然 在这个地方 它还有一个复活点 是在这个里面 还可以看到没有 是在这个里面 因为刚才我们在里面死的时候 是在这个复活点 复活的 就是我们可以判断 角色是在室内 还是室外 我们给它一个 我们给它一个 Trigger的话 然后它的复活点 就会在不同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很多Respon Point 那么它是根据你在不同的区间 它就会选择不同的复活点来进行一个复活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很多不同的复活点 就这种都是复活点 然后它是通过代码来控制 就是我在哪个区域的死亡的时候 就采用哪一个Respon Point 来作为一个复活的一个点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讲解我们的第五点 就是Food Step Handler脚本 那么主要就是对于角色 刚才我们看到的 对角色走路声音的控制 那么这个地方控制了主角的声音 然后单击Spider对象的时候 可以知道绑定在角色身上呢 是Food Type 是Spider 那么这个 这个是播放的Spider对象走路的声音 就像蜘蛛一样 滴滴滴滴滴那样 那么它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都使用同样的一个脚本 但是如果比如说是怪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播放怪物的声音 我们是角色的时候呢 我们就对应把角色的声音给拖上去 这样的话呢 就是对象上面它有一个伤害的一个声音源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角色主角 它有一个Food Step Handler 就是走路的一个声音 它对应的就是这个Source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Source 对应的是这个声音 它对应的是这个声音 然后当然 我们在这个地方还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Damage Audio Source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 比如说我们的 Pleasure Killed 就是那个声叫 就是死亡的声音 当然这个还有就是受到伤害时候的一个声音 当然在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声音 比如说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其他的声音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 蚊子就是那些小怪走的声音 看一下都可以听一下 不同的声音就是被被死亡 死亡的时候的声音 当然我这地方有可能视频里面没有录到我电脑的声音 大家可以对应的就是去听一下 在这个文件夹下面的一些声音 当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夹下面 还有一些Sound 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有Sound 可能有一些Ambulance 还有Computer 一些计算机的声音 还有Anime 就是一些敌人的声音 大家都可以来试着听一下 就是这些声音到底是怎样 当然还有一些子弹的声音 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作用的 就是用到不同的地方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Healthy Flash 就之前讲过了 就专门用于控制 血量播放动画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不再赘述了 好 那么好了 基本的就是角色控制的内容 大家就讲的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对每一个代码的话呢 没有具体的进行一个分析了 然后大家的话呢 就是使用到对应的内容的时候 觉得这一块可以 作为使用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对应的 去把这一块代码拿出来看一下 然后看的时候呢 如果觉得可以用到 你自己的代码里面的话呢 你不管是用JS写的 还是用CShop写的 你都会把它复制过去 CShop的你也可以改成JS JS你也可以改成CShop 我这个都是很简单的 基本上操作的内容也都是一样的 核心的内容其实是一样 只是有些定义和语法上面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异 这个不影响 好 然后的话呢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这个地方因为它官方的案例非常的多嘛 也比较庞大 也相对于是一个完整的游戏了 单靠我这样讲的话呢 基本上其实大家只能学一个比较大概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呢 还是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自己去体会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角色 每一个就是 每一行代码可能对这个角色的操作有哪些影响 当然如果有不懂的 大家可以在我的就是视频下方留言 我抽空的话呢 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一个讲答 解答嘛 希望大家下来能多多的看 去学习别人的一些成绩结构 以及制作方法 还有就是写代码的方法 当然可能大家初学者的话 可能看不太懂 当然没关系 也不要气馁 就先看 就说不定到后面 你就突然就是通了 我们其实都是这样过来的 就开始别人写的东西或怎么样都看不懂 但是呢 我们会坚持的看 尽量去理解 如果实在理解不到的话 就暂时把它跳过 然后接着往后面看 接着学习后面的内容 说不定学到后面每个内容的时候 前面的内容也就突然就能够理解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 也不要因为看不懂 或者怎么样就不去学习了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这样 本期真言就是 别嫉妒成功 也别怜悯失败 因为你不知道在灵魂的权衡中 什么算成功 什么算失败 好 谢谢大家